王者各国的陀罗尼经被是否要烧化掉 如果自己打夫妻 每一天先念阿弥陀金一卷再念佛 每一天一共念十二到十四卷 阿弥陀金即念佛 总共用功修行十到十八个小时 这样是否如法 夫妻期间每一天要回向几次才如法 念佛最重要的是清净心 真诚心去念 如果有这么多问题放在你心上 已经把你念佛的功夫破坏了 念佛法门必须要遵守 大师之菩萨语言通章 所教给我们的方法 他讲的方法只有八个字 都是六根静念相继 你看你跟他的标准完全不一样 多摄六根是收心的 你的心很散乱 你的杂念很够 你要把它统统收起来 收起来才到一心 静念 静念 这个静就是没有怀疑 没有夹杂 这才叫静念 相极是不简单 你能够一天念到14个小时到18个小时 这个不简单 不容易 但是你只是相极 你不是静念 那静念才有效果 你不要有这些疑惑 什么杂念都放下 万语放下 一心念佛 这才会有感应 这才会有感应 是湿北这才它是成为的 那样子 是有才可 能够拐下 没有想法 他是好的 它是偶旷 你不能够拐落 我 你不是可能